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自己单身的话 就可以说 基本上自己喜欢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自己想吃什么 也可以吃什么 自己喜欢去哪里 都可以去哪里 喜欢去街 去到多少点都可以 香港单身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港府统计 在2019年15岁以上的人士中 未婚的男性有919,000个 而未婚的女性更加达到987,000个 另外也有大约78万人 经历送偶、分居和离婚 Elsa大约在5年前 亦都和丈夫分开了 她认为单身之后 虽然少了一个人赚钱 但由于没有另一半的基盘 用钱方面反而更加自由 我觉得自己现在单身了 比我自己以前还没单身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生活 质素是提升了 因为始终都是可以自己 可以自由去消费 不需要去想对方 只是觉得自己认为 我可以应付到 我觉得开心就可以去 我多数都是吃东西 以前就会喜欢去旅行 现在不能去旅行的时候 就会去本土消费 例如去下staycation 以前多些的原因 就是没什么用钱 没什么敢出去消费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有限制 现在来说自己一个人单身的话 很多时候自己喜欢去消费地方吃饭 去看演唱会 都会比以前没有门槛去 用钱疏散的同事 他亦都认为自己一个 亦都可以更加随心所欲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分开了之后 我的工作都是比较忙 我的工作忙 还有自己都有很多东西想学的 单身之后 就可以无牵挂地去学 我自己就选择了是打非洲鼓 非洲鼓是可以一群朋友一起打 它不需要有音乐的底子 它不仅是一个乐器 它又可以是游戏合在一起 可以另外感觉到有音乐的节奏 也可以感觉到有游戏的那种欢乐 也可以认识到一群朋友 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见识到 跟Elsa跳出婚姻的相反 Anson刚刚和太太新婚五个多月 他认为他们的未来 有很多计划需要实行 所以有不少的日常开支 都会以家庭优先 用钱之前都要三施 我会再想一步 我需不需要买 或者应不应该买 始终一个家庭的洗股 是有一定相当的 尤其是我们刚刚结婚 亦有很多额外的洗股 会出现 当然包括之后的计划 是会失败的 在西战方面 两个人一起 很多事情 我想做的时候 不要 可能另一半 可能不想做 可能是价钱的问题 不是每个选择 或者每个欲望 你都会立即完成 可能省了的位置 在这里有个人制行住 正正由于组织家庭之后 各方面的负担更加大 单身就似乎成为了 不少人视为更加可行的选择 台湾有研究 就将单身人士分了四个类别 包括年轻未婚 顶客族 即是已经结婚 但未有小朋友 生活习惯 和单身那时 没什么分别的一棍 另外还有中年未婚 或者离婚人士 和退休人士 由于他们的消费模式 和传统家庭不同 在经济学界 就引起了单身经济 或者一人经济的讨论 当市场又知道所谓的demographic 有些转了的时候 可能家庭的组成 多了一些单身的家庭 又或者少了一些有小孩 甚至乎两个家庭的时候 市场都会回应 比如 早几年已经有拉面铺 预讨我们一个人去吃 吃完很快就走 单身觉得 快快脆脆好吃 但又不用跟其他人应酬 所以市场都会因应社会的转变 作出调整 他买自己的东西 可以买来用 打机 在家里用的东西 可能他用多了也不足够 即使知道单身经济 或者会是一个新的商机 但徐家健认为 商家要把握都不容易 未必想到一个好方法 去很容易吸引到他们出来消费 他不出街消费 不倾向好像要拍拖 出去消费 但他也要消费 他可能在家里消费 可能有些东西是网上买 比如在家打机 看一些娱乐 有这些经济活动 亦都市场有这些回应 但未必可以在街上 有配对公司 在2020年至2021年进行调查 了解为何会有越来越多人 选择单身 结果发现六百多个受访者 最多有三性人 认为职场单一化 是单身的原因 其次是工时长 和疫情影响社交等等 相反 传统上认为 无钱无人追 这个理由 反而就没有上榜 有分析认为单身能带动消费 但也会带来社会人口老化的问题 单身还是组织家庭 对社会人口老化的问题 对社会人口老化 对社会来说 或是有弊有利 但放诸个人 在讨论利弊以外 活得开心 或是更加重要